大家好,在甲晚拆到一隻AP 這隻不可以就這樣稱為經典款 因為不能形容它的地位 簡直是就來佈入Vintage New Old Stock也是舊款 我想十多年前 但Condition是非常好 膠紙還未拆 這隻是藍裝 它有些款式是石英機芯 但這隻的指針是雙鑽石 這些做法是一隻手動上鏈的機芯 整隻標的重點除了有牌子也是AP 之外是整條帶殼的設計 帶液鏈殼是不能分開的 你看到一般的豬帶有不同的做法 努力士有努力士做法 Grand Seiko 和Grand Seiko 做法 這隻米豬帶有兩種不同的形態 一種就是光芯 切斜邊 旁邊也有一個漂亮的拋光位 但另一陣子打斜的霜 就是看到有一橫一橫的坑紋 在同一粒米上 這些坑紋不是機械 打進去還是車進去 不是的 就是金工師傅用人手 可以逐一橫一橫刮走 然後再打磨 所以如果近鏡看 每一粒坑 每個坑都是不同的 是粒粒都不同 就是這樣理解 除了牌子 你說機芯之外 不說 其實整隻標的重點 都是一種比較金工件的表現 你看到旁邊的殼 亦是秉承著一粒米字形 但一般錶的做法 很少在外部件做一些磨砂紋 通常錶是拉砂 或者是拋鋼 它這隻就是一路磨砂紋 一格一格 一件一件件 去到貫穿上下 就是整條帶連錶殼 它的錶是沒有磨砂紋的 你看到這個玻璃 雖然是長方形 但亦有少少斜邊的修飾位 而這些修飾位 就直接跟那個Case 亦是連著帶子 已經是融合一齊 即是沒有磨砂紋的設計 整體上整個形態 這種米珠雙間 這種刮坑雕刻 就更加連成一線 即是你 要不就看到錶盤 要不就看到這種表達方式 金弓箭的表達方式 錶盤設計是黑色的 一個 Matte Finish 即是有少少啞色的磨砂設計 你看到裏面也會做白金處理 雙得石一定是用白金的 18K 你看到有自托 並且有11粒鑽石 而且最主要的 最美麗就是那兩支針 那兩支針 也是用一個 迫箱的方法 去套上全部 一些小的水石 那一隻漂亮的錶 真的不拆膠紙 也看到這麼漂亮 即是拆了膠紙 真的不得了 如果想知道這支錶 做什麼盤口 可以WhatsApp 綠色位置的電話 好嗎 好嗎 好嗎